中環財經年視 星期末有郭Sir在這裏 郭Sir早安 見到郭Sir 我有幾個期望 除了白色襯衫 Deep V 襯衫的期望之外 相信今日的網友都會說這件事 希望郭Sir拍定心院給我們 市今早低開曾經穿過23000 到22800 現在政治氣候好像比較灰 很不明朗 影響了投資氣氛 本港資金流下 不止香港 國際局勢都很緊張 其實這些我們都在等待會有什麼新的變化出來 亦都在等郭Sir會否有定心院派給我們安心呢 首先大家要看看過去幾十年香港發生什麼事 例如67年的時候我還是小 當時香港暴動 你出了小嗎 我出了小 你不要看我這麼小 當時有不少資金走 但大部分香港人仍然是窮的 因為50年開始由漁港的業務 開始轉入工業的社會 打工都是幾十元 大家都沒錢走什麼鬼 沒錢就沒得走 到了73年 短短五年間指數已經升上17873點 即是說第一次的超級大牛市是1973年出現的 我想說的反而不是這件事 第二個走資潮是何時呢 就是80年中 香港的政治問題比較敏感 前途問題解決不了 我記得當時 例如太古城的樓價跌到500元一呎 便宜了 1000隻的樓只有50萬 不過沒有人有錢買 幣加貨 但有錢的就雞腳腳走 第三個走資潮 移民潮是89 什麼原因我不說 有很多人就走了 結果第四個就是97 我不管你哪個階段走 到最後都有點脫掉了 因為除了03年沙士的時間 氣候偏淡之後 然後樓價上升、股市上升 到這一分鐘為止 你看回頭 你如果是80年中走 你樓是500元一呎 89事件一走了 你樓價的時候是800到900元一呎 好了 97根本上已經只有體字 樓價上升1萬元一呎 不關你事 你走了 到了03年沙士的時間 不關閉加火 沒什麼心機 想走就不能走 因為樓價便宜 每樣都便宜 但最大的走資潮 如果是這幾年 不要說67年 應該是80年中 以及89 回歸前都有人走 但走完之後 到今天來計算 你又好像不見一句 1997年 所謂的豪渣是1萬元一呎 普通樓是6、7千元一呎 到現在 動了都已經是2萬元一呎 你真的看得到 那個情況是怎樣變化 可以這樣說 走了那些一段時機 看回頭的話 可能不走 就比走更加好 但有人持官歸 有人留夜廣課場 走的是有不少 但亦有不少新進的資金 到港做一個部署 做一個投資 所以每一個事件發生 有些走資潮 其實我都看得不是那麼大問題 況且現在環球不是缺錢 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美國印銀子 歐洲政府印銀子 中央政府印銀子 日本政府印銀子 到這次冠狀疫症 更加狂刃 即正無上限 你這麼多錢催生出來 你資產價格不可能不上升 老實說 錢多的地方 自必然就有很多投機 或者投資性的炒作 好了 我們不要拉得太遠 說回目前的環境 政治氣候有點慢 亦有些人比較關注 所以也有一個移民的心態 當然不知移民的 當然是填賣地 賣股票 套現走 但同時也有些人 可能趁這個機會 咦 是一個機會 不如到廣做一個部署 也不頂 所以短期是有影響 短期是有的 但長期我看是沒有的 好了 要看回市場 今年的市場 最低的指數 直到現在這分鐘 是3月19日的21,139 大家記得這個指數 之後反彈到4月29日的高位 24,855點 一般技術上來說 這叫項線位 經過3,716點的反彈後 市出現調整是很正常 但我不是說調整的幅度 我是說第一隻腳 左腳是3月19日 第二隻腳可能是5月底 6月中 或者何時我不知道 反正一定會出現右腳 如對政治氣候 走資或一些因素 外圍局勢都比較不明 所以市場稍微有少許下限 這是很正常的 問題是 這隻所謂的右腳 會去到哪裏 直到現在最低最低的指數 暫時來說 就是今月25日的22,519點 相對21,139 和22,519 是差不多148點 如果你把這兩點拉上來 這就叫上升軌 我又不覺得現在這個市 或者現在這個局勢 或者現在這個資金流 是可以支持到現在的市 出現一條中期的上升軌 就是說後續有機會 出現更加低的指數 比我見得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今個月只剩下一個交易天 就是今天 預期高一點低一點都沒有相關 期指亦都結算了 6月份是怎樣走呢 如果6月初 雖然反覆跌浪 進一步下行 是有機會進一步向下穩 這隻右腳 在某一點 或者在22,000好 21,800好 21,700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兩隻腳出來後 後面會發生甚麼事 例如疫症慢慢慢慢淡化 開始解封 關卡又開始拆 有些航班又局部伏飛 那些生活就開始慢慢慢慢正常化 這才是最主要和最關鍵的一個事情 因為一旦生活回復正常 意味著市場經濟的動力 不是周轉 又會逐步逐步回暖 現在大家看經濟 看得那麼灰 看得那麼淡 就是航運停了在 飛機停了在 消費是有少許改善 但嚴格來說 你去旅行旅遊 你都做不到 很多很多的往環 現在是受到疫症 受到封關所製爪 而是沒有法治進行 但如果你說 在第二季尾 第三季開始慢慢逐步逐步解封 有理由相信 經濟的動力 活力 是慢慢慢慢在第三季 開始逐步逐步回亂 至於你說 香港成立的國安法 或者是相關的事情 引發的走資潮 這是沒有法治避免的 香港是一個什麼社會呢 是一個沒有外匯管制的社會 在亞洲區 如果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有說錯的 麻煩你犯考糾正我 新加坡 柬埔寨和香港 是沒有外匯管制的 換句話來講 資金是自出自入的 好了 你有人走 亦都有人來 問題是有些擔心 那些資金走了 股市不是沒有資金 完全承托不到 我看法是剛剛相反的 因為有部份走 但問題是這個地方 賺不賺到食 如果賺到食的話 你怕錢不來嗎 一樣是會來的 換句話來講 走一筆就來一筆 走一筆就來一筆 而且最重要的關鍵是市場 不是沒有錢 市場根本上有很多錢 問題是去哪裡賺錢 所以這點我不是太擔心的 不過短期之內 因為市場的確確是不穩 因為恆生指數由上星期五 跌1,349點開始 已經再度跌穿50、20和10天線 恆生指數現在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說形態是反覆肉視低位的格局 第一段我已經說了 尋找右腳 何時才知道市場開始擺脫逐沉底 何時出現右腳 直至恆子回到最接近的一組平均移動線 是10天線 10天線看高一點就50 看高一點就20 接著就100、250 那些不說太遠了 而是說 跌離跌至約有600點左右 如果大市慢慢走上去 穩定下來 10天線一直下跌 到下星期尾已經相差2、3、8點 假設大市在23,300 咬著水平不放 只要有少許反彈 一霧升而上去10天線流上 在早前最低最低最低的指數 可能就是右腳 大家謹記 現在這一分鐘完全不知道 22,400又可以 22,300又可以 因為整個大市 大家看五月份 他先是由4號的低位23,584 升到11號的高位24,766 升到1,182 我一再強調 那個時候 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不應該 也不可能在6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往後你不穿頭 你事必一定要破腳 但是 說是這麼說 穿頭要找理由 破腳也要找借口 一直都沒有 直至上個星期四 都是在24,000點拉腳 好了 突然間出現過香港版的國安法 那就不同說法了 總之出現了破腳 一破就破到22,878 然後到星期一 進一步跌到22,519 即是最終五月份的市場 是一個先高後低 但是波幅有2,247 是因為有一個特別的事情發生 你不會每個月有國安法 不會的 即是今個月的2,247 中間的很大部分 是因為國安法出現 而導致一些敏感性的拋售 到6月份 相關的問題已經慢慢消化了 要沽的就沽了 不沽的就坐著手座等 就是看有甚麼消息 有甚麼消息 沒有 不過6月中 可能有一些中概股來香港上市 到時市場氣氛就慢慢回暖了 香港人的記憶有時候 是比較快忘記的 3月19日墊到21,139 這個看萬八 這個看萬七 結果到最後去到4、5月份 大家已經忘記了 完全沒有了 那高三就為美團短評買得 騰訊也好 阿里巴巴也不錯 不,都是買一隻小米 哭了,湧出來了 平安好醫生 21,23元 要不要追 心態就是這樣 市一來 有些資金在某個板塊做一個部署的時候 大家就忘記早前的情況 因為要走的 那時候已經在賣樓、股票 部署去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 他哪有空 你那些股票 但不走的那些 那高三就走的 跟你來過的 這個情況在6月份 初旬可能仍然會 乘至5月份 下旬的弱勢 是,進一步時事低位 但之後可能 就要看外圍 特朗普說什麼話 我們就不知道 什麼時候說什麼 其實他都挺兇的 好像Tripper那樣 說一句話 他就要封艇抓人 哇,我這麼厲害 但這個我不說了 而是說 去到6月打後 接入第三季 在疫症慢慢慢慢受控之下 很大機會 有些城市有些地方 會逐步逐步解封 如果說到疫症 又要跟時間作一個比較 由開始出現的時間 帶來的震撼 帶來的恐慌是很明顯的 但來到現在這一分鐘 好像香港那樣 已經是控得到了 內地也控得到了 即是看到它慢慢慢慢要改善 但這個都不夠的 要等到疫苗和藥出來才行 最快我當你明年 說第一季或第二季 當有藥可以醫治這個疫症的話 即是說這個已經成為風土病 它不會消失的 傷風感冒什麼時候都有 但是有藥吃 就不會死人了 當然最好就不要沾東西 口罩都還要戴著 免得受到感染 但即使不幸受到感染 你也有藥醫 到時大家就放心出去旅遊 放心需要消費 很多東西又回回正常了 那刻回回正常 大家要想想 市場有很多錢 資金會做些什麼 不用說一定是部署 資金擺在手中 我們就會想清楚買還是不買 怕輸 但作為基金經理 你不可能經常怕輸 市場走上去 大家會看看你的基金組合 有什麼股份 全部都是收息股 穩陣的股票 那你就跑輸大使 跑輸大使 基金經理很難交代 他一定是 搬車邊跟大隊 大隊就是大數據 大5G 所以直到現在這分鐘 就算市場比較恐慌 你看騰訊 還是400元樓上 阿里巴巴還有190元 坐水平 抹著200元 給段短命 不要記錯 今早才創了上市時的新高 很厲害 140元 郭Sir 買不買得 老實說 很多人問 買100股當然沒有相關 睡覺我當然不肯 說完市場就說過股 好嗎 好 美元短平 大家看看 8000億的市值 是什麼一回事 根據往績來說 是300倍的市盈率 如果今年 業績出來 哇 它增長很厲害 3倍 3倍不得了 都100倍的市盈率 100倍的市盈率 你要明白 我們是由一些比較傳統的 投資理念 慢慢慢慢到今天 是否有一個企業 不會說 穿高衣 見高就追 見高就搶 我們不是那種 多多少少考慮到你的估值 考慮到你的排息率 雖然如果你股值 只不過有些人就看法 這次第二季就沒得談 第三季可能阿里巴巴和米聯 會有機會成為恒指成份股 變成有些比較關注的投資者或資金 會先行作一個部署 你估值低估值高 幾倍市盈率 那些就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就是基金經理 萬一是恒指成份股的話 他要按成份比例作一個部署 總之成份股是這麼多 哪一種比例這麼多 多少多少多少 按比例慢慢審下去 埋到尾的人不買 但頭十隻你不可能不部署 不部署你就跑輸大使 等同今日基金 到今日來說 如果你看他的投資組合 沒有騰訊的話 你一定跑輸大使 穩陣的基金拿甚麼 拿公用股 拿匯控 那就幣加貨 股價全部都不動 匯控更加不用說 創了三十多元的低位 而且還是沒有識派 你怎樣交代 交代不了 基金有很多種 有些是保守的 有些是退休基金 但也有不少是進攻營的基金 尋求回報的 這些當然是一路見高就追 這是沒有辦法的 況且在衍生工具那方面 美團短命這麼厲害 有很多人都在部署的牛仔 那怎樣握住他 不是 你部署的牛仔 我是發行商 我發行一隻牛仔出來 又被你買了 又被你買了 再買 不是啊 不是再買的問題 是我做發行商 我要怎樣做 你要買貨 我要買貨來做對沖 不是啊 升上去哪個計算給你 火上加油 不是火上加油 那我發行一批 又被你吃光 那你吃光的 我又要在市場上 要買貨來做對沖 那你鬥快了 我們再買了 那這樣的勢頭 去逐沉頂是停不了的 這個就不要將焦點 擺在股值上 不過始終是升得不少了 你説是100元 81元到現在 幅度很厲害 而且地心吸力對他們來說 完全沒有影響 他是反地心吸力而上 在部署方面 我就不敢用了 我經常都說 當我拿著50萬的資金 在這樣的環境 我計劃分五住 五住我買什麼股份而已 如果你問我今天 我會拿出一些保守的股份 我會放什麼呢 100股騰訊 100股阿里巴巴 100股美團短兵 雖然我是很不願意 但沒辦法 迫著都要這樣做 接著就買港交鎖 都是100股 總的股來香港上市 到時可能1500、18億 甚至2000億的成交 成為常態 剩下 買了一隻小米 沒辦法 我不是這麼投機 但環境是這樣 你叫我保守的話 保守就跑輸大使 我夠想拿回控 他沒有識派 我夠想拿中公建 有五、六利息 但股價不會升的 作為投資者 你問問自己 你關注股份的股價會上升 還是關注股份有沒有識派 識也一年派一次或兩次 股價上升可以升三個月 股價上升 帶來的投資回報 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最終 早後裡面都沒有辦法 搬大隊 今年往後都是大數據的年代 今年以後都是 至於大五株 後面跟著你 五十萬元資金 我想每樣一百 每樣一百 買少許買少許 都十萬元 好了 有沒有風險 有 萬一 我是說萬一 真的有少許回落 真的一二十元的反覆 但你一百而已 一百你的風險多少 十元就一千元 二十元就兩千元 這是承擔得到的 因為相對五十萬的資金 我分五柱 這五柱每一柱是十萬元 十萬元當中 我當你二十個百分之 風險就兩萬元 兩萬元相對五十萬的組合來說 都是兩百分之 你沒辦法 在現時的環境 你不做任何部署 拿著資金 跳上手 等到你的右腳出來 或者你覺得 不等了 我反正分五柱 我就不擔心 先買一柱 你買一柱 你要知道你的風險都有 但風險當中 就算你部署了 這十萬元第一柱的資金 跌了二十個百分之 兩萬元 你相對整個組合五十萬來說 都是只有兩百分之 不是這麽大事 大家在部署方面 首先要定住自己的投資資金 到底預了多少錢 你五十萬不要全部買了 你起碼要留下三十個百分之 資金 以肺必時之用 尤其是退休人士 長者那些 千萬不要買到身邊沒有錢 千萬不要 我是說五十萬 可能佔你全部的資金 可能六成七成 只剩下現金 就算沒有色派 你都放在銀行 有時看醫生 你都要錢 喝茶吃飯都要錢 不可能買到沒有錢 那五十萬就分開 四柱或者五柱 慢慢來投資 有機會出現右腳的時間 又再拿到鑄來買 這些是中線的部署 郭Sir 說到退休人士 我不知道這位阿翁是否退休人士 但他六十四元就買了匯控 你知道剛才你已經詳細解釋過這個走資潮 雖然我們都比了定心軟 每一代都有走資或每一代有其他資金 會補充回來香港 但對於匯控或銀行股的影響是怎樣 本身匯控已經很疲弱 現在跌了百分之1.7 其實港股應該是倒升 但匯控沒有倒升 另外更弱的 就是恆生 今早已低開百分之3點多 現在仍然跌成百分之2.6 那些本地銀行股 可能會更加受到香港的銀根影響 我們都不說這些 說匯控他六十四元買 都幫幫助他 他完全正式腰斬了 那怎樣呢 第一我不會建議你沽貨 我一會兒解釋給你聽 當然輸得比較深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很多時候大家要明白 一隻股份如果不見到50% 我叫你轉馬拉沽了去 其實我是自己都很赤的 我替你很赤 還有我是做不出 是說不出的 輸得這麼深 你還叫人家走 有沒有搞錯 往後升的時間 人家就一定輸了 好了 再說了 匯控急年就沒有吃牌 這個我不再說了 明年我覺得他應該排 往陣是每年排四元 現在環境氣又不好 減半 減半也有兩元 兩元相對三十多元的股份 都五里多了 沒有兩元只有一個半而已 一個半也好 一個半也有四里 既然你不再說了 既然你不再說了那麼久 這個價錢輸一半來走 我就做不到 我就建議你暫時放在這裏 不過我要補充一件事 就是以後他的股價是會一路跑輸大市 你要忍受這一點 第一 就是投資的價值在現在這分鐘不太重 因為你沒有吃牌 第二 環球的利息已經一直一直向下走 美國更加零到0.25厘 有些地方甚至是負利率 銀行在利息收入那方面 將會面對很大的挑戰 他的炒房又怎樣 即是交易房都很麻煩 你猜真的這麼容易炒嗎 有些人以為進去炒身實贏 不是的 很多時候面對不確定的因素 不是那麼容易去應付 好了 至於貸款方面 經過這一輪的冠狀疫症 經濟不明等等 多或少都需要在撥備方面做多些儲備 即是有些錢可能真的還不到 將來收回來就回撥 但是在現在這一刻 供價供不到還是還不到 你在帳目上就處理了 將這塊錢當是收不到 這叫撥備 擺開了 以後收回來就回撥 但是今年上來 情況是比較令人擔心的 另一個角度來問我 我現在拿著那塊錢 我買匯控還是買2018瑞星 我可以很快跟你說 你一定是買瑞星 你不要買匯控 買匯控是沒得搏的 買瑞星也有得搏 因為未來的大5G 你環球超過10億部 15億部手機 這個換機潮是會慢慢出現的 等同20年前 你拿著2G的手機 Motorola也好 愛納信也好 一出現3G的手機時 你遲早都要換的 去到4G更加不用說了 你現在拿著手機 你可以數據傳輸 你可以WhatsApp 你可以微信 你用Waterlauer 2G手機 只有話音 你今上甚麼都做不到 你不會這樣做 所以這個換機潮 是會逐步逐步伸延下來的 一個手機有一個鏡頭 兩個鏡頭 是裏面的電子摩托 這個是瑞星去做的 以環球的10億10億部手機 他不會沒有生意的 這方面他亦都是 在業界來說 差不多技術是最前幾個了 所以這個價錢作一個部署 瑞星未來的爆炸力 一定好過會控 或者另一個說法 會控換瑞星行不行 可以考慮 這個真的可以考慮 如果你沽了會控 拿著一塊錢 那是 避險 我也沒有太多意見 但我就說不出 因為輸了一半 但會控既然未來沒有大運行 不如轉一些其他股份 但你轉美團短命已經升了那麼多 怎轉得下手 唯有選一些 這段時期跌得比較深 但未來是具備了一個 上升的條件和優勢 那就轉那一隻 即是說你問我 匯控這個價錢64元回來 現在30多元好不好走呢 我很老實說 我出不了口叫你走的 出不了聲的 況且今年沒有識牌 明年都應該會識牌 不拿不拿都拿了 只不過我不會再 拿資金去部署在匯控那裡 反過來 有資金如果要買的 拆不了價而已 大家都三十多元 我寧願就買瑞星了 明白 也沒辦法了 因為他那個馬日價 匯控實在 都真的比較高 好了 我們今天仍然有很多問題 想問 ATMX 我當郭Sir說了 因為很多問題 還在問其他 2018年都說了 另外Fiona問66元是否可以繼續持有 66元這陣子已經穩定了一點 但如果不是 原來已經破底了 三十多元 現在跟匯控一樣價 那怎麼辦呢 老實說 我覺得問題不大 有的 我不會建議你沽 沒有的 總之你不是 進攻營的投資者 你是穩健的投資者 你問我買不買得好嗎 我說買得 以往港鐵在 早一兩年 每天的作限量 是六百多萬的 加上商場的租金收入 港鐵的燈箱廣告 和站頭裏有很多7-11的租金收入 一年的現金流是三百多億 是很穩定的 加上還有二萬二千個住宅單位 是和地產發展商共同合作 可以分成的 但一連串的社會事件 經濟又不明等等 對他們來說 都造成很大的破壞 到現在 每天的載客量 大概只有三百多萬 已經沒有了一半 站頭的燈箱廣告收入 亦都會下調 因為人流少了 你的廣告收益也會相對少 商場也好 或者店舖的租金收入 都要和商戶共渡難關 要減租 現金流一定是少的 但少也有二百多億 好了 至於去年最艱難的一年 除了社會事件 包括沙綜綫等等 都令到去年 背負著不少的問題 但這些都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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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了 虧下股價到55元 跌到現在的水平 如果說有港鐵在 我覺得應該是留在 港鐵和匯控是兩隻 為何呢 我選港鐵 我不選匯控 如果你問我好不好買 買 匯控好不好買 不買 明白 你就拿著港鐵 因為Fiona已經持有了 另外Elly想問267 它是7.8有貨 因為這些我們比較少說 趁郭Sir在這裡也要幫幫這位朋友 7.8有貨 相比匯豐 它的捱價不算深 現在它的中信應該沽了它 還是可以繼續拿著呢 不過都不是一個強勢的股份 值不值得拿下去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轉馬 可能你買入價和現在都不是相差很遠 第一就是它的業務不具備爆炸性的增長 十幾年前它買了歐洲一個鐵礦石 加上一手很重倉的澳元外圍 結果整個集團就變天了 沒錯現在這分鐘的相關問題 已經慢慢慢慢過去了 但我考慮到一件事 萬一市再出現一個中期的升浪 再入直路向上 什麼股份帶著恆生指數升線 大家要想想一下這件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當然買一些拉動力的股份 剛才我說了 騰訊、阿里巴巴 美團點名的都插進去玩 沒辦法了 小米、平安好醫生 我都是走這幾個大格板塊 瑞星、大數據和大5G 你相關一些抗產、抗石 一些什麼資源方面的股份 但往後都會跑雪大士 我覺得應該轉馬 好 Nelson 郭Sir的Superfans 問得很合理 中美的關係如果惡化 會不會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為主的股份 會特別受影響呢 會不會說現在都要沽一些669 中美問題有沒有大的問題 Nelson這首貨跟我說過 他很厲害 他五十八元回來的 這樣也OK 他賺很多錢 既然現在出現問題 這麼不明朗 你問得我的 你的心裏都有點疑問 打了一個大的問號 對好錯好先估一半 奇怪 這段時期美國失業人數高企 失業救濟金人又不斷上升 疫症已經 雖然好像是 早前說好像受恐大 其實不是的 哇 個案不斷增加 因為早前特朗普看輕這個事情 今天我看新聞師說 他倒是說 我們一個個案都沒有 全世界怕首長 不過說完之後沒有很久 便明明明明爆出來了 即是他看輕了這個事情 中美的關係 亦都是比較緊張 這個是事實 往後 去打這個中國牌 是不會停的 因為總統大選年 哪一張牌打出去 選民的反應是好的 他就一定會繼續打 這個純粹是打過民意派 事件到哪個人坐定總統的時候 會怎樣部署 這個就下回分界了 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 你相對五十八元買來 到現在這個水平 其實那個利潤已經不少了 一年的高位都是七 那就是會咬住高台 但是我走了之後 萬一再升 我便很不值 對 所以便先沽三分一或者一半 那策略上都是這樣做的 況且在零五十八到六十七元 其實來說 這個所謂的投資回報 已經不少了 我認為不沽一半都沽三分一 剩下我的雙手看大戲 他的股價現在還走在十二十五十一百二百五十千線之上 是強於大市 但是一旦和十二十千線糾纏在一起 即是他續沉頂的動力 已經慢慢慢慢減弱了 過一分鐘的再沽三分一 我的策略是這樣的 郭Sir很失戀 Nelson幾次買入呢 你都記得 他跟我說過 好 另外175也看一看 剛才一開機 你見到175跌成一成 因為他有個配股 有些朋友都說 你跌一成 現在買一隻175行不行 現在就略為跌少了一點點 今早低位是10.4 現在正在10.66 是否時候可以買一隻吉利 而他跟上次的低位差很少 有沒有危機 我自己覺得 他這次配售六億股 佔擴大股本6.11% 配售價10.08 基金接得去 就不會走短線 一定是中線的部署 現在股價在10.06多 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要買 要買 可以買 內地新增的汽車落地 每年2500萬台 相對14億人的中國 這個數字不是很多 未來的增長空間還很大 由於吉利的汽車是很便宜的 十萬八萬一部 而且還可以分期付款 即是說 只要人民的收入比較穩定 是差不多每一個家庭都可以擁有一部自用的汽車 好了 幾萬元的車 五年六年就要換 到其時 五千元人工 可能加到上萬二 生活不斷改善 換句話 換車潮每年都會 只不過今年第一季有觀眾植證之下 大家都知道家居隔離 但不是等同一解封之後 第二季第三季不會再出現這個情況 要追回一年的目標就比較難跌了 以前年158萬台 他買了150萬台 去年剛才136萬台 今年我覺得沒有了 但基金為何會10個零八都做一個部署 第一就是因為疫症 就是因為環境汽油不同了 所以股價才下10元 10元在阻礙的水平 讓我們去買得到 如果現在賣樓買得好 賣車買得好 各樣都好的話 現在就不是10元 現在是18元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是看基本面 還有 汽車業行得好 可以拉動下游四十幾個行業 可以製造很龐大的就業 中央政府說什麼 補就業 你的汽車業一定有政策扶持 你問我 我就說要買 不過不要炒 是要駕 好明白 有很多朋友 除了讚賞郭Sir這個白襲衫之外 有什麼 有品味 有品味 他說 也是讚賞你的 說你的分析非常清楚 沒有無靈兩可 還有 顧及小投資者的利益 所以 希望可以聽到郭Sir的意見 謝謝 另外有一位朋友問到就是670 令到我也記起 好像之前說過 你看到航空股 是呀 是呀 670你好像不是買了嗎 我有欠 我持有的 我持有的 他那一問 他就是想你分析一下670 他就沒有說他有沒有持有 OK 那670是怎樣的 還有要把人民幣 人民幣現在很弱 是呀 會不會有危機呢 沒有危機 人民幣十幾年前是對港元到106 那是 二十幾年前 我換過人民幣是140 即是一千元的港幣換到一千四百元人民幣 這是二十幾年前的事 這一陣子 因為政治氣候比較緊張 有些資金也是比較關注 所以人民幣的匯率稍為有少少下限 這是無可厚非的 我覺得問題就不是大得那麼緊要 至於東行 我是持有的 我先申報 但是東行我做了幾次 我每次都賺錢 這個真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幾次買的 這一陣子我就是兩個六毫半 這陣子兩個六毫半近期買的 昨天都賺錢 但是由他四幾到三個幾 我買了 買完之後又有個反彈 你知道我又不貪心 這些環境氣候 剛剛反彈我又吃了一棵糊 一下來 聽我說我又再買 其實我走了幾轉 兩個九毫多買 三個二毫多走 兩個八毫多買 三個一毫多走 然後兩個六毫多買 兩個八毫多走 現在是第四柱 我每次都贏錢 但是不是我厲害 是我剛好買的時間 買得對的意思 這一陣子其實我都是買遲了一天 我買了一天 我就買兩個五毫多 我買到兩個五毫多 我就兩個六毫多 我又可以吃你一棵細糊 不是開玩笑 雖然不是賺很多 都很開心 好了 講基本因素 東航 南航 和各航 三隻 我為何要部署東航呢 第一 就是三間 內航股當中 股價 東航是最便宜的 第二 就是 我就不建議買各航 因為各航的國際航班比較多 美國還是這樣的情況 歐洲還是這樣的情況 國際航線 不會那麼容易馬上開通 反而內地的航程 就不同說法 因為已經受控了 例如四川飛去北京 上海飛去哈爾濱 或者北京飛去廣東 福建飛去廣州 這些可以的 即是說 是 它會受到高鐵的競爭 但是我給大家計算一下 內地十四億人 一千個當中 只要有一個 一個 它是需要去公務 或者需要去旅行 因為鎖了這麼久 一帶解封的話 你還不報復式的旅行出來 那麼 十四億人當中 一千個當中 只要有一個 已經是在說 一百四十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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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飛機坐完二三百 一百 你想想到時候 情況會是怎樣 所以加上 油價跌下去 三十幾元 早前更加十幾二十元 所以對內航 我覺得不應該再看淡 加上這三隻 都是國家的企業 中國這麼大 這麼富庶 民間財富更是天文數字 只有三間航空公司 仍是喊惹的 是上市的 老實說 我覺得它們一定不會集立 既然是這樣的 我怕什麼 在兩個鏡前座的部署 問買少少 放在那裡 短線的 兩個九三元的 考慮一下走不走 吃都會都開心 10% 不行的 不行就拜一下 那裡沒有相關 反而國泰 我就不建議大家買了 因為財務狀況 我真的比較擔心 今天真的是國泰跑輸 又破底了 去到七個六號八 為什麼百分之2.5 另外就是七八八 之前跟大家跟進一下 郭Sir都有拿著 我有 七八八都是反彈的 升百分之1.3 其實七八八很多人都覺得 應該是好的 但是表現都比較平穩 而且有少少令人失望 那還拿不拿下去好呢 其實你很客氣啊 范考 不是 他不是少少令人失望 是極度令人失望 那麼尖銳 極度令人失望 雖然我拿了 我都綁到現在 我是一個七號幾回來的 我都綁到現在 但是我覺得 既然你是有中線的心態 就由得他 技術上來說 一國四號六 是一年的低位 他這一陣子 都有少少少上市 但是沒有市村 技術上走勢不講了 頑到不得了 好老實講 但是 大5G始終來講 是今年的年代 未來一樣要走的了 講一下基本面 第一季的盈利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大概13億左右 當你四季差不多的話 當你四十幾五十億 相對現在市值七百幾億 十四十五倍市盈率 估值不高 再講 美團短平現在市值是八千億 我再講一次是八千億 今天小米市值是七百五十億 你不覺得有些不太對稱嗎 美團短平做些餐飲 擅長服務 動都已經八千億市值了 你大五株沒有發射塔 沒有鐵塔的組裝 你今上是做不到的 也就是說 它的市值我不多 一千億我不好 一千億不為過 四百六十六億的發行股份 如果千億市值 股價起碼都要兩個日 是不是 所以我不管它擺在那裡 不過 都有點激氣 為什麼呢 因為當日我跟助手說 明天記得提我買鐵塔 我是這樣說 他真的提你 他媽媽提他 你記得提郭Sir買鐵塔 人家這麼有心 那好吧買 一買就沒升過 一買就沒升過 我不買就不調 我一買就調 他和我都不太好朋友 但沒關係 沒什麼所謂 說笑而已 說笑而已 其實我很多粉絲都很有我心 郭Sir你講了買那隻東西 你買了沒有 你買了沒有 經常提醒我 很感謝大家關心 所以就回答剛剛媽媽的問題 另外還有好幾位問6185 不足夠說 總之6185今天升了百分之四 我看到數下去有幾位 都是兩百元樓上買的 那些人就問可不可以再溝貨 第一 如果你說是溝貨的話 你就要考慮自己的持倉能力 為什麼呢 不要說我一年的低位 29元 他這次的起步點是80元左右 80元去到285.8 三倍多 80不買 90不買 100不買 81不買 你就是要去到200多元 而且當時還是衝著上 每日升幾十元幾十元 希望不要買太多 那講一些基本因素 不可以只講其實上的走勢 現在這一分鐘 就算再跌 我自己覺得幅度也不會太大 因為去到一隻冠狀的疫苗 是跟解放間合作的 已經去到二期了 很快會去到三期 除非這個疫苗到最後是失敗 那就沒有辦法 如果是測試成功的話 就要臨床 去到年底或春節 就會退出 美國都有 但美國自己都不夠用 他不會給我們 所以中國如果這隻疫苗是成功的話 老實說 康熙錄股價 回到二百幾三百元 絕對絕對沒有問題 你想想環球有幾多億人需要有這隻疫苗 後期當然是弱 這個不用說 既然這個基本面 還是有個憧憬的話 最低限度 會不會說 一升完之後 跌完就不會再升回 因為早前一百四十元配售 曾經配售過 大家記得 去到二百八十幾元 一倍 不用等了 如果一百四十元配售回來 那個都滾了水 你問我可不可以買 這樣說 我當你上面有兩百 不要多了 沒辦法 如果二百元齊頭買的 就不加了 差一、二十元加來做什麼 但如果二百六、二百七 拉得比較遠 其實輸就輸得比較深 沒辦法 既然基本面在 拉高三就 多一搏 就買多兩百 即是說你二百五十元樓上 理論上是要扣扣去的 但二百一、二買那些 就不要扣了 明白 至於市場仍然是跌幅最大的 藍籌是吉利汽車 另外兩、三隻 金融股 恆生、匯豐和友邦 都要跌超過百分之二 跟著地產股 新地、新世界和中國海外 跌超過百分之一 厲害的藍籌股有什麼呢 亦公佈了業績 其實我有少少怕 會不會重蹈1093的覆轍 哪一隻 如果今天因為業績 所以終生制狂升一成 百分之八 但1093前日業績之後 不是升了一支洋竹上去 昨天一番一隻陰竹跌下來 都是上下的 就算你升十個百分之百 跌八個百分之百 都好 短炒當然是 你計數 但你說大升大跌 大突破未見 因為十四億人的中國 對醫療、對保健的需求 是大得很重要的 所以 拿著少少少中線部署的力 不厲害 但重症當然不要 好 謝謝郭Sir這麼詳細的分析 下個星期五 我們暫時休息一次 下個星期五再找郭Sir會聊天 我可以隨時留意郭Sir自己的Fanpage 好 謝謝你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下個星期的中華財經連線見 拜拜